培养孩子永远那个热门的话题 如果你从小 打球也是我父母让我打的 我走那条路都是父母给我安排 我不知道怎么样塑造我个人的特色 我不知道我是来这干嘛的 你到这就晕了 我的这个听众啊 观众的朋友里面 有很多人对教育特别重视 借这个机会 就是在算升学的这个比赛吧 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 培养孩子永远那个热门的话题 那是 你看今天就打球的Andover Deerfield Exeter 这些都是几百年的老师 是不是厉害的这些中学 在美国的东部比较多一点 对 而且这个是我们说厉害啊 这中学啊 咱得定义一下什么叫厉害 出分 或者我们说升学成绩好 比方说有多少个学生 按多少比例啊 我们说上了滕校 这是一个维度 还有私立学校 其实各种种类的学校 都有做得非常好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 比方说这回在高尔夫比赛的 这些学校 比如说Exeter Andover 这个Deerfield 这些学校 他们是私立寄宿学校 很独特的一种 很多国内的人 会把这种学校叫做 好像就是小藤校 贵族学校 但是这个名字 我必须得说一点 基本上这些学校 我也亲自都去过 也都参观过 但是我的感触就是 这些学校的教育者 或者说这一类的学校 它跟很多的 我们说的工校 我们说是美国的 公办学校 还有一些 就以成绩为著称的 这些走读学校 很不一样的是 它是一个特别重视全人教育 什么叫全人教育 对他们来讲 你说每年 突多少哈国耶路腾校 对这些一两百年的学校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历史上 他们都能找出很多来 对 或者每年都有这么多 所以你每次 当你跟走到他们校园里面 或者这些老师 或者校长重视 是你学生的特点是什么 是你这个学生 对社会的社区的回报是什么 其实反倒不是说那种 硬成绩啊 怎么个爬腾啊 我怎么一门心思上哈佛耶鲁啊 我第一次 有人跟我说这个话 是Saint Paul 那会儿的校长 已经十几年前来 就Mike Kerzen 他跟我说一句话 其实我最不喜欢 就中国家长来问我一个问题 你住了多少堂校 他说你第一问这个问题 你外行了 我不用谈这个 但是你每次很关心这个 这就第一就证明说 你对我学校的教育理念 其实是不了解 那我这么小一个学校 你说这些学校 基本上都是四五百人 是正常的 是吧 你像Andover跟Exer 是比较大的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里边 你分到每一个年级 除以四 那你五百人除以四 就是一百人的一个年级嘛 我们说九十十一十啊 你入学是九年级 人家对于国际生 开放的就百分之十五 对中国人开放的就百分之五 人家有一个平衡性嘛 也就是说 人家一年从中国招生 最多招四个五个 两男两女 对对对 每年申请好几百人 你跟我说 你就成绩 你说我这个成绩很好 我GPA再去 我来初中的这个成绩单 你看多漂亮 你看我托福一百亿 我九年级我就能考一 八年级我就能考一百亿 小SAT啊 出来的分聚爆 不感兴趣 因为第一 你能申请我学校 这些孩子都这份 你孩子特点是什么呀 我是个寄宿学校 你来了 你到宿舍里 你就闷朋友一个学习 我宿舍里这帮小孩 人人都不喜欢你 那你是来 给我贡献来了 还是给我搞破坏来了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解 也是这些学校 区别于其他学校 比如说 如果你是个走读学校 在美国 他没有那么关心 这个事情 因为你来我这上学 上学完了之后 到下午你回家了 我当然也看中 你是对我这个社区 但是你不是一个 24小时在我这个社区里 因为他本身 这些学校特点 所以他有些不一样 所以好多我从国内来的家长 或者说来想到 美国上学家长 因为不是特别了解 这个美国学校 不同的类型 因为它是多样化 大部分家长都不了解 不要说这个家长 有很多 哪怕就是 对学校自以为很了解 他也不知道 叫你们说的 这些小藤校 他们这些具体的 人家是看中的什么到底 比如说 像我们这次看打球的 你打球的 打球的孩子 现在中国也不少 对不对 打得好了也多 学习成 咱们家孩子 球又打得好 这个成定又好 那你怎么不入去 就像你说的 打得好的还多了 你打得好 人家还更好 很像社会活动 各方面的能力 综合能力 对 而且其实 昨天你在球场上 看到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真的都 很开放 很自信 很自立 对吧 这些孩子 你看就是我们这些 包括有些 你看明显是华裔的 不知道他们是从国内来的 还是这边的华裔 一上来跟你 我很自信地跟你说 我是哪个学校的 他也会问你问题 对吧 你从哪来 你是教练 还是你是家长 对陪着来的 讲的就是一个综合能力 对对 所以综合能力 是有的时候 挺难量化的 我听过好多家长 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要让他到美国的学校里去 因为他离开了父母 这也又是技术学校 我让他锻炼 自立能力和自主能力 这可不是这些学校的要 这个想要的 他是说你有了自立能力 你有了独立的能力 你有了这个所谓的mindset 这种思维模式 你才到我这来能利用我的资源 因为你这个基本的自立能力 和基本的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然后你能选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理 但如果你从小 我走你条路都是父母给我安排 打球也是我父母 然后打的 上多少课 上什么选修课 也都是我父母帮我安排的 我从来没想过 这是到这来 谁给你安排 你得自己选 没有人照顾你的 他的理念就是 我这就像一个大学一样 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 你用的好 这个资源对你来讲 是特别有价值 你用的不好 你到这崩溃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塑造 我个人的特色 我不知道我是来这干嘛 你到这就晕了 每个人都比你努力 你在这如果还用一个 我每刻反正我就跟人家去选 我固定一条路 人家走什么路 我也走什么路 你就发现说 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 他们自己能塑造自己的道路 我不会 那完蛋了 美国的无论大学中学 对于学生的运动 非常重 非常重 因为本质上 这也是一个品格塑造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在这里面的东西 ERGELM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